投资朋友欢迎收看财经浩角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追踪 随着物额冲突原物料价格 是再度创的历史新高 那到目前为止 主要还是集中在能源价格 所带动的物价上的上涨 但我们今天特别从原物料价格 最后导向电动车在2022年 是否能够大幅增长 来给各位做一些解析 和分享 我们先从今年大投行 在年初的时候 也就是1月份的时候 对于2022年 普遍类别资产的评价 来回顾一下 有哪一些资产的评价 已经到达了投行认为的标准值 我们先从图表来跟各位做一些借鉴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大多数投行认为 在今年的年化报酬率 最亮丽的其实就是比特币 不过到目前为止 比特币所呈现的这种市场上的避险效果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反而是黄金价格比较有明显的一个上扬 那再来是天然气价格 以及原油价格 的确这两项资产目前为止 都有不错的量力的表现 那第四名就是美国的权益 也就是美国股市的报酬 不过到目前为止标普以及纳指 或者说科技股作为主要组成的指数 目前的跌幅相对来看是比较重了 最后一名还是正报酬市场给予评价的 是TIPS 也就是抗通膨债券 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债券 它能够顺势的反应通膨该有的水准 那反而市场上对于 今年的金价的看好性 在年龄初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 那反而跟现在有一点相抵触的一个现象 毕竟目前黄金价格是呈现了非常好的 抗通膨效果 再来就是30年期以及美国公债价格 那接下来相对于铁矿石 以及中国大陆股市的看法 市场也是普遍比较悲观的 所以短短的在今年第一季 市场就已经大部分反映了 大宗资产价格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 是目前蓬勃大宗资产价格的走势波动图 我们看到近两周 整体的波动率正在大幅度的升高当中 我们看到就连动力煤 目前的价格也正在高处升高 所以很快就会影响到 台湾实体电价发展的成本 毕竟目前台湾主要还是以 蓝煤发电作为主要的方向 加上过去几天 台湾又出现停电的事件 所以让市场上对于能源议题的聚焦 再度的放大当中 那不只是关于台湾的动力煤的问题 我们看到全球的核能电厂 这张图表是俄国控制了全球接近 有三层的右矿 也就是能源的核能发电的主要来源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全球的右矿 除了俄国之外 最主要还是集中在德国 荷兰以及英国 那其他地方对于右矿的需求量 就会持续的增高当中 所以后续有没有可能因为 乌俄之间的冲突 导致不只是欧洲地区 而是全球地区 高幅度能源价格的上涨 都是值得关注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小麦价格 我们看到 现在全球有四分之一的小麦 来源都是来自于俄国以及乌克兰 所以后续不只是能源的问题 就连粮食的问题 大家都十分的关注 那最重要的就是探讨到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追踪的主题 就是电动车 我们都很清楚 电动车跟贵金属的原物料需求 是密不可分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表 不管是铝价 涅价还是新价 都在一个非常明显的 创高格局当中 而目前 电动车最重要的原物料 也就是铜价 它基本上跟我们过去所看到的铝价 是有非常密切的相关 所以目前铜价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是由于我们看到铜价和铝价的相关性 高度的一个强烈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 铜价再度创了过去一年来的历史新高呢 这个问题大家就值得来做一些借进和参考了 毕竟随着铜价持续的走高 对于电动车而言 无疑就代表着实体的用料的一个成本的上升 到时候就会形成电动车在成本的大幅上扬底下 形成对于电动车产业的充气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从铜价的库存水位 以及铜的终端需求占比 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 各位就可以理解到了 目前全球铜库存的消费比 已经来到了历史的低位 我们看到过去历史的低位 如果以一作为君子来看的话 目前仅仅只有0.5 就代表着全球在库存当中持有铜的比例 来看是非常低的 这也就代表着市场上对于铜价的消耗量十分的大 而对于消耗量十分大的同时 电动车对于铜的需求量 也持续增大的状态底下 就会导致铜价有再度创高的可能性 可是也正由于铜价再度创高 这个时候对于电动车产业 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 举个例子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 是2021年全球汽车销量年增率的变化 其实仅仅只有4.6% 我们看到各国的整体销量 其实去年相对于前年的增长 我们看到美国增长幅度不是大 不是特别大 包括西欧地区 包括中东地区 包括韩国甚至有所衰退 中国现在是目前全球汽车销量最大的市场 但是增长幅度也仅仅只有接近2%而已 我们看到不管是巴西南美洲 或者是东亚市场 其实汽车销量都没有明显的增长 投资朋友我们要理解到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单纯的电动车销量 而是纯汽车销量 照原理来看 2021年算是经济复苏的爆发年 那为什么在2021年反而汽车销量 总体来看都没有所增长 不管是燃油汽车 还是新电动的能源车 都完全没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 原因就来自于去年缺芯片 所以我们常讲说2021年 是电动车爆发元年 其实完全不是的 为什么 它只是电动车股价的爆发元年 真正电动车来检视目前的销量 配不配得上如此高昂的股价 来源于2022年在晶片稀缺的一个情况 有所趋缓之后 才能够在今年看到明显销量的一个增长 所以今年反而是市场上 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但是也由于同价在未来的看涨性 持续的涌现 有没有可能导致电动车价格被迫上扬呢 一旦电动车价格被迫上扬 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 它跟燃油车之间的一个竞争比例的关系 我们从市值面来跟各位做些关注 各位从图表上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目前全球市值前几大车厂的一个企业 第一名是特斯拉 第二名是丰田 再来是福斯 第四名是比亚迪 然后是奔什 宾市 通用汽车 BMW 福特 斯特兰提斯 然后像是Honda Rivion 这些股票当中我们看到 其实全球前11名车厂当中 已经有3名都是电动车车厂 尤其现在市值最大的 又是一个电动车 就代表着市场其实给予电动车 有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高的评价 那这种高评价身上 如果它的制造成本 跟燃油车没有非常明显的拉开的话 那么最终这些被高昂推高的股价 可能就会形成泡沫 尤其现在全球的股市都在进行去估值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看到汽车销量在过去几个月入当中 非常明显受到晶片短缺 所造成汽车销量的一个递减 那随着今年供应链的一个问题 稍微能够趋缓底下 基本上汽车销量会有所增长 但是如果增长的力度追不上股价上扬的幅度的话 最终电动车很有可能 在今年会有非常明显去估值的效果 我们最后再从电动车品牌市占率 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 来理解一下全球之间的布局 我们看到现在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品牌商 仍然是特斯拉 占了全球市占率大概有两成一左右 但是我们看到底下 中国的市占就开始有所提升了 包括中国大陆的武林宏光市占率9.8% 比亚迪6.3% 欧拉汽车2.9% 广汽安安2.7% 蔚来以及长安气沉 也分别占了2.3和2.2%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把所有品牌的市占率加重起来 其实是大过于单一的美国品牌特斯拉的 我们看到全球前十大的电动车品牌 仅仅只有特斯拉站在全球前十米内 如果以全球销量来做观察 其实整体来看 在2020年和2021年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几乎就是小幅成长而已 所以在今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会是电动车或者说汽车销量的一个爆发元年 只不过这个爆发元年 它已经提前进行股价上的一个先行反应了 最终最终我们就要看一下实体电动车 以及铜价需求的变化 总结来说 目前大宗资产水涨船高 第一个影响的就是电动车 有没有可能受到晶片虚切持续的缘故 来自于目前乌尔冲突之间 有部分的关键的气体原物料 无法到达这些晶片大厂 形成晶片的虚切 这是第一个观察的重点 如果是的话 那么电动车销量可能依旧并不是特别的亮丽 它自己有自己的生产线 所以可能要过了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 才能够转嫁给消费者 而这段时间它就必须自行去吸收成本上行所造成的压力 所以这段时间有没有可能形成汽车厂商本身利润的侵蚀 都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些关注的 总结来说 今年电动车是否会爆发 一定会 而且销量在晶片稀缺的趋环底下 一定能够有所明显销量的提升 但是这个销量的提升 不来自于股价会持续的推动 而来自于是否能够追得上去年电动车股价的持续上涨 所以今年是一个减市年 同时也是让我们理解到 到底股价值不值得去年如此的涨幅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如果投资朋友有更多的兴趣和想法 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底下来做留言 留下你想要听的一些主题 产业或者相关的ETF提供给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更多的一个想法和建议的话 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来跟我们Gmoney 来做一些询问或者联络 来做一些合作商谈等等都OK 在这边提供给观众朋友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